哈囉 大家好 喜歡換小色球迷信 喜歡換小色球迷信 在阿子的問題測一下 關於阿子會不會貪錢 或者是會貪 如果不是他錢他會要嗎 就不該他賺的錢他會去賺嗎 然後再看看他貪不貪美色 帥氣啊 這種問題 會不會他美女帥哥 然後來看一下第一排 看他貪不貪錢 他這個人是 假如他說是他要去努力工作 賺的那個錢那肯定他要能拿到的 他肯定會拿到的 是一種就是說 就是因為人生你肉身要養 那肯定要生活要賺錢啊 所以他也是會 只會說想賺正財的錢 那種感覺 惡魔牌是物質的 說明他這個人的話精神跟物質 還是比較 然後就是一種都需要的吧 因為惡魔也是想要有這個錢的 也有這種意思的 但是他就如果是不義之財 他不會去想 就不會去行動 就是說這種財 不該他來的他也不拿 是這種意思的 還有就是他會思考這個錢 是有帶來因果嗎 帶來惡業嗎 然後如果是有這些問題 他會去拒絕 因為他會去做很多思考嘛 假如說有個不義之財 但是可能害到別人 或者是他生產不好的東西 那可能他就不會去做了 他就想做就是說 他該能拿到的錢 他還是想拿的 就是說不是說我不要錢 那你沒法生活的 父母怎麼樣呢 他就是他心態是比較理智的 就是他該拿到錢 他肯定要去拿到的 不是說他不要錢生活了 這個不是的 因為惡魔還是在乎物質的一些東西的 就不是說沒有錢他怎麼生活了 難道把肉身餓死嗎 還有父母也要照顧 那肯定他來這裡 來投身的那肯定要有父母 他這些小想要賺的是這種正常的錢 就是他也想有錢一點生活的 不是說要做個窮人 因為惡魔不在這裡 這是一種比較理智的一個人 就是說他的精神跟物質他都需要的 然後也是一個正常的 不是說他就高危來的就不用生存了 就躺平了 那這裡還沒有了 他是很努力工作的 他這個惡魔盤有一種很努力賺錢的 就是希望能賺到錢能養好自己 或者是家人父母都需要照顧的 沒辦法的 因為惡魔就是個物質欲望 物質欲望他還是有 但他不是不會去賺一些不該賺的錢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是正常的 有這個意思的感覺 他不會是那種就是說天天躺平了 不幹活的 因為他有很多想法 他還是想自己過得舒服一點的 就是這個意思 還是想要有一點錢的生活 然後再看一下他貪不貪這個美女帥哥 就美女帥哥其實他也會去看看 美女帥哥會看看 然後但他喜歡的是哪種 喜歡的人肯定是善良乾淨純潔 對靈魂美好的人 他比較喜歡這種人 就說這個人的能量非常好 他會去喜歡 高頻能量的他會喜歡 就是那種像蓮花霉污染的那種 如果是意識能量的應該不喜歡 因為太陽牌就是喜歡那種 陽光乾淨天真 善良正義 喜歡這種的 他不喜歡陰暗的那種人 所以很妖啊很邪啊很魔的那種 他不喜歡 就算你是帥哥他也 就算你是美女他也不喜歡 接著牌尼尾就代表 就是如果這個人跟他無法同評 無法交流問題 無法好好溝通 然後他也不喜歡這個人 可能不在一條線上 假如他紫維晶紫五維的精神 他那個人在三圍 可能就是沒辦法溝通 他也不喜歡 你帥你好看他也不喜歡 所以的話那是需要同評的人 好喜歡的是同評的人 他不管你是美女帥哥 他也是喜歡同評的人 所以的話他思想是比較理智的 然後精神跟物質 他都是一起抓的 好不是在那裡偷懶 好不干事了 然後躺平了 沒有了 就是他他是內心是很陽光的 所以他會一直往前衝的 然後好很勇敢的一個人 好有陽光嗎 那是好應該說他這個人就是好 比較有活力的一個人 因為他愛好也是這樣的 好喜歡高頻能量的人 低頻的他不喜歡 可能什麼像像陰意識的那種 肯定不喜歡的 陰意識中的人 那就是能量也差呀 能量差你喜歡你自己也乾 吸的負能量不是不好嗎 影響自己啊 所以的話他喜歡的是高頻的 他不管你美啊帥的 只是看這個人高不高頻 好有點這個意思 無法溝通的他也不喜歡 所以的話他也不算是貪吧 好 只能說他是比較理智的一個人 好就是 理性感性都有 好就是 該幹嘛幹嘛 就該去上班 該去工作 該去賺錢 那就好好賺錢 他該能拿到的錢 他也會去拿的 好就是這個人 如果喜歡這個人 他很帥 但是他的能量很低 他也不喜歡 好喜歡能量高的 所以的話他的 這也是跟大部分人都差不多 就是對吧 都差不多的這種狀態 他不是那種傻傻的 都是都是很 嗯 應該說計程力量 內核也是比較強大的人 對吧 高頻能量 也代表他自己也本來就是 這個高頻能量來的 那他肯定會做好選擇的 所以的話他會 比較比較謹慎的一些 選擇一些東西的 分得清東南西北的 該感性 該感性 該理性 就這種 金剛菩薩都可以行 不是那種 就是傻傻的 我就要善良 善良善良的就是 工作都不要做了 這種是不對的 因為自己養你的父母怎麼辦 那父母就 死臉病 沒錢 那怎麼辦呢 對吧 所以的話他 是一個陽光積極的一個人 高頻能量的 陽光積極 好好工作 好好生活的一個人 好就這牌子看出來 所以的話就是講到這裡 他是非常的一個不錯的 你性和感性都有的人 那麼所以的話這才叫高頻能量 對吧 有的人修的後面就是 對吧 你錢都不夠 也沒法生活 然後父母也照顧不了 然後這樣的人 這叫什麼修行呢 修行應該是在工作中 生活中修行的 要對自己的人生負責 還有對自己的親人 也要負點責 對吧 所以的話這個也是 所謂先是比較 好 就是 一個比較擬智的一個人 好 那麼這個就說到這裡 好 小時候請問一下